鄉親 大家平安 今天是新立的五月日夜 鼓勵的四月日到禮拜四 好了 鄉親 從現在開始 全台灣都要嚴重地財性的路口 台灣的四半部已經流流流流 開始在路口了 因為往生後的方便 再加上西南方越來越強 從現在開始一直到拜六 是影響台灣最大的時代 中南部就要注意 豪雨丁金以上的港湖 去上局占對高雄 臉東 台東 發出到豪雨的步 也占對 新北市 雞人 宜蘭 平鵝 跟中南部吉他人的館市 來發佈到大豪的步 我們也幫鄉親 經理出這禮拜 豪會路上大的苦效 提親住在這地方的鄉親 要提高見鴿 老婆的早就問問了 但是到那一步開始 會風風變性 雖然地流方面跟西南氣流的影響 拜協半部開始 全台都會漏大豪 在今天到禮拜五 全台各地雨勢都是比較大的 也都是有短時強項的發生 那當然因為還有西南氣流影響 最大的雨勢會在中部跟南部 但是北部跟東半部受到封面影響 也是會有短時強項的出現 那正在這部每個方面的重點火區 禮拜天下禮拜一 封面更難移到巴士海峽 這邊的降雨呢 雖然還是會有短暫鎮雨啦 但是魚是會比較緩和一些 下禮拜二 封面還會來 起上級要提示 這次這部封面威力強烈 尤其是拜五最明顯 部分的地区有機會出現 到地災性的降雨 民眾千萬明的待遇 到地区並觀